Law Sir教你用行动式学习法学习外汇黄金 学员会透过模拟实习户口进行安全式特训 运用长短班的策略多元化发挥你的投资技巧 另外还会交送模拟走势片段入市训练 再来学习策略体位 外汇黄金妈展投资化程9月10日星期一开班 有赢万班快点来网上报名啦 字财TV 港股走势告诉你 今天港股方面来说要由两方面的力量所夹击 一个是正 正的意思是说美股 因为上周五升101点 负方面来说就是说上证 上证今天来说是下跌的 跌至43个月力量的低位 所以今天来说很多时候投资者方面 是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大市行指方面 今早高开60点 开市报19940点 这个价位方面是今天最高位来的 之后走势来说反复偏远 下周来说比较牛皮的 今天大市高低波幅来说171点 行指收市报19799点 下跌81点 成家方面就减少了 只剩393亿 后市变化怎样呢 我们先看图表 今天大市方面来说跌了81点 难算太大 成家方面来说就减少了 只剩393亿 不过心理上始终有威胁的 所以现在来说 见到平均线方面 已经跌破了 有货的朋友来说 应该减一半货 就比较安全一点 你说近期 港股走势方面 这些情况里面 不是再沽下去 其实再沽下去的话 要小心一点 因为有时怕有时 一夹上上面 升幅那里 就会快的 所以现在来说 宁愿就说 暂时都有观望 就不要再沽空 因为再落空间 你看到这些 都有一个密集的 有一个承接的 自拍一落 然后飙上 那一夹来说 做沽空危险性 就会大了 现在来说 怎样做 转战 转战去其他投资的项目 转战去什么项目 这个来说要留意下 这个叫黄金 黄金 近期金价来说 升回了 现在来说 去到每盎司 1,680美元 你说升的状况 这里是不是叫 升破了呢 我们看看这部份 又叫阻力 这里来说 是升破了 再加上来说 我们可以看看 平均线这部份 拖一个月线图 好 月线图 留意下 这个平均线来说 都升破了 所以金价来说 未来走势 有机会进一步推高 所以在投资方面来说 既然股票 不是那么合意 不如换下马 近期金价来说 有机会进一步推高 金升的阶段 亦有其中的因素 在这个油价也是升的 留意下 油价方面向上 所以对于金来说 亦有帮助 好了 你说看个别的大行报告 留意到哪个 好 留意德银所说 728中电讯 提及到728中电讯 目标价是5.9 评级买入 但这些股票是不是买入呢 其实暂时不好了 为什么呢 你看这些走势方面的 阴阳烛 手脚那么多 实心体那么少 代表 在高位里面有个变数 有个反复 所以这些股票 暂时不宜追买 另外大摩提及到 这个 降中铝 2600 这个目标价 去到2.6 这个股票来说 小心一点 走势也是有机会推低的 因为跌幅来说 阴阻 都挺大 跌破平均线 可能有机会再试个底部 所以这个要小心一点 另外花期提及到 10800 神华方面 目标价38.3 同样都是 走势方面来说 阴阻比较大 亦都跌破平均线 这些有机会进一步下跌 这些股票暂时不宜兼守着 大家要小心一点 提回大家 8月份期指来说 就快到期结算 按照计算 8月的月底 尾月工作天 我们3号是 星期五 30号是星期四 如果做8月份期指来说 30号星期四 是到期结算日 你说到期里面 会是推高 还是按低 要看大市方向 如果大市升 如果大会做长仓 可能会夹高 如果大市跌 如果大会做淡仓多 可能会再側低 但暂时来说 是比较牛皮 大会也没有什么特别方向 所以可能不排除 到月底来说 牛牛皮皮 你结了8月份的走势变化 好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